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猴子的机灵劲不光体现在溜得快 他们还会自己开窗 不但会开窗还会关窗真的是猴惊猴惊的 不过记者在村子里寻找猴子的踪影没看着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说猴子来村里确实有几天了 他们正在想办法 抓伤人了还跑到村民家把人家的菜刀扔到隔壁家的院子里 然后还去村民家 对 还去村民家吃喝牛奶吃水果 然后你在床上吃东西 那已经通知森林警察了 然后但是好像要申请那个麻醉枪要一点时间 记者从转堂派出所了解到 他们已经派了好几拨人去抓猴 但是猴子很敏捷 抓不住 接下来他们会继续努力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